養雞場內雞隻們嘴巴長得大大的 不停抖動喘氣 連機關都皺起來 一看就知道他們也覺得好熱好熱 高溫衝擊 雞舍內雖有風扇在吹 但還是熱得不像話 拿出溫度及實測竟然高達38度 也難怪母雞吃不下飯也不下蛋 傳統雞場高溫38度 而新式雞場因為有加裝水連水冷扇 只有29度 相較之下傳統雞場殘氮率只剩6到7成 溫度不只殘氮率大減身出來的雞蛋 也很明顯蛋殼變薄有粗糙 蛋白的濃稠度更像水一樣品質扁差 連日高溫連雞隻都受不了 母雞吃不下只喝水 若沒有改裝吹冷氣 蛋也不升了 連帶影響產量 缺氮狀況更難解 再次文章近陳彰化採訪報導